哈喽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少南 然后呢今天是 对 2020年的2月29号 有的粉丝呢建议我拍一个视频 说一说目前日本的疫情现状 我表示 我没啥可以说的 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 我已经 嗯 就算一下从毕业典礼结束那天开始到现在 也有一个多星期了 我毕业典礼是2月21号 然后现在是29号 对 毕业典礼结束当天下午我就去买了很多很多吃的 然后就囤了一大堆东西放在家里面 嗯 然后我妈的朋友呢也会偶尔给我送点吃的来 前两天给我送的杯奶茶 然后昨天给我送只烤鸡 还有一大堆菜啊什么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出过大门一步 嗯 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然后再撸撸兔子 兔子在后面 在那边睡着呢 能看到吗 那儿 然后 这段时间呢 作为一个阿宅我只能天天通过手机 然后刷刷微博啊 了解一下日本的疫情 因为我家就是在日本的话 我家也没有买过电视 所以说也没法看到日本目前的新闻啊什么的 就是说有时候偶尔会刷一下日本的那个网站上面 就关于疫情的这些新闻 但是写的也不是很详细他们 对 所以 就几乎是没有要紧的事情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 就算我要出门的话 我也一定会口罩 什么的防护措施全部做好 你看 这是我买的口罩 就是这是独立包装的 现在还有很多 然后那边还要集合 然后这个是 给空间消毒用的 就是如果我出去回来的话 我也会喷这个消毒 就我现在只有这两个东西 嗯 就 就算要出门的话 我也会做好防护措施 对 就大家也不用担心我 因为我现在家里面完全不出去 也很安全 嗯 然后 如果说 我身边的人的话 我看instagram 就是我的同学 他们毕业以后有些人很开心啊 可能就是很早之前就预约了 去度假什么的 所以说 有一个同学 现在在新加坡度假中 然后有一些同学呢 嗯 不是我们班的 也不是隔壁班的 是普通课的 他们呢 就是因为很开心 毕业了以后 他们就组织聚会 班级聚会 然后女子会啊什么 大家一起去外面吃烤肉啊 然后喝饮料啊什么的 对 他们有些人就是组织聚餐 就是 就是玩的很开心 然后有的呢 还在各个大学 跑来跑去 参加各种考试啊什么的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大学 马上要到最后期限了 所以他们 就是在尽最后的努力要去考大学 嗯 然后 针对目前这个状况呢 我看了一下那些在外面 跑来跑去的同学 几乎是 没有戴口罩的 像那些聚餐呢 就是 因为化妆很 化得很漂亮 然后大家穿的也很漂亮 去拍那个大头照啊什么的 大家都不会戴口罩 嗯 所以我还是比较担心他们的 对 我也 就尽量提醒了我的同学 就每次在碰面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这件很危险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尽量不要出门吧 我是这样跟他们说的 但是 听不听得进去呢 可能也是他们的问题了 就希望他们能好好保护自己 对 如果大家还是比较好奇 目前日本疫情的现状的话 可以去看看别的up主的视频啊什么的 然后再刷刷新闻啊什么的